黄荣郭靖在密室呆七天 二人如何解决生理问题 金庸原文有暗示 喜欢看金庸武侠小说的读者会发现 金庸的著作大多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金庸将虚构的江湖人物和历史人物发生碰撞 架构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武侠故事 在这种一假一真的相互呼应之下 一些读者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笃信不已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尹之平可是著名的全真道士 活了84岁 并非神雕侠旅中那般趁虚而入夺人真结 然后年纪轻轻就死在了他人的剑下 襄阳城的安抚时李文德也并非贪生怕死之徒 据史书记载 李文德在江淮、金湖、四川各地前线打30多年 波斯击退猛军 取得骄人战绩 他也并非金庸陛下那般软弱无能 完全一仗郭靖扬过 这才击毙了大汉蒙哥 此外金庸架构的武学体系也极其逼真 什么内功外功轻功阐述的一清二楚 让武侠民们信以为真 在金庸一百万的活动当中 就有读者问过金庸 您是否接触过武学大师或者内功高手 否则怎么写了这么多神奇的武功 为了避免读者走火入魔 金庸本人也特地在新修版天龙八部的《地势回礼》 被注了一番 并非真有其事 读者当作预言夸张可言 在小说中仅为增添性为 不能做物理学、动力学之科学推究 尤其小读者不可信以为真 本书叙事 多有虚妄想象、夸张之处 该以天龙八部为名 多有象征抽象 以踏入魔幻之神奇境界义 可见对于人物、武功 金庸都有以假乱真的功底 而对于剧情铺设 金庸同样设定的合情合理 让人看了不会觉得荒诞不惊 好比《神雕侠侣》有这么一段剧情 吴阳峰为了见杨过和郭靖 在客栈爆发一场对决 吴阳峰被郭靖打上之后 逃到了铁枪庙之中 杨过随后用一扣巨大无比的钟 将吴阳峰罩住 吴阳峰疗伤要花费七天七夜的时间 杨过找来了一口锅 里面装满了清水 他还拿了好几个馒头递给吴阳峰 在有水有凉的条件下 吴阳峰在剧中里待上七天七夜不成问题 这样还不够 心思甚密的金庸还学到 杨过临走之际 用匕首在地面挖了一个小洞 方便空气流入钟内 这样吴阳峰就不会憋死了 不过《射雕英雄传》 却有这么一段剧情让人不由起疑 原来郭靖被欧阳峰打成重伤 眼见静哥哥掩掩一息 黄荣背着郭靖来到了牛家村的一处密室里疗伤 此时的郭靖受伤极重 二人需要用《九银真经》里的疗伤之法 在密室里待上七天七夜 这个密室密不透风 黄荣先用一把短刀挖了一个小孔 然后他为郭靖吃了一碗粥 自己随后也吃了一碗 再将郭靖附近密室 最后搬了好几个西瓜在旁 西瓜不仅可以吃 吃睡也极其丰富 如此一来 郭靖黄荣和躲在剧中吓到欧阳峰一样 都有吃有喝有空气 躲在密室里待上七天七夜是没有问题 但略微不同的是 欧阳峰是孤身一人 而郭靖黄荣却是尚未婚嫁的一男一女 加上密室的面积比那口剧中还小 如此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如何解决生理问题 反观欧阳峰 他截然一身 有内急的时候 自行走到剧中的另一边 就也可以就地解决 而此时的黄荣年纪尚心 又是一个轻易秀美 肌肤胜血的美女 她如何受得了郭靖 在激进密不透风的密室里 排放无悔 就算受得了郭靖 自己需要的时候 黄荣难道当着郭靖的面就地解决 这样的疑问绝不是无理取闹 只因金庸学道 为了给郭靖疗伤 二人须手掌接触 内力合而为一 气息相通 且需要耗费七日七夜之功 却不能被人打扰 稍有把持不定 不但前功尽弃 而且小则受伤 大则丧生 最是凶险不过 其实 这段密室的剧情是没有漏洞的 金庸已在原文里给出了暗示 金庸学道 郭靖黄荣二人练了两个时辰后 西行数周 两人手掌分离 休息片刻 注意看 黄荣替郭靖疗伤 的确要耗费七天七夜的时间 但这期间 二人并不是一直保持着 手掌接触的姿势 在练了两个时辰之后 郭靖和黄荣是可以手掌分离 休息片刻的 趁着这个片刻之时 郭靖和黄荣都可以暗中出去 解决生理问题 否则真将污秽排在密室里 甭说待上七天 就是待上片刻 黄荣也受不了 不得不佩服金庸的这一句手掌分离 休息片刻 短短的八个字 竟将剧情的一个大漏洞 尽数化解 当然了 人无完人 金庸的武侠小说 仍有不少前后矛盾之处 但总体上来说 还是经得住推敲的